我非常没用 看到一只猫我就把他带回家了 他好可爱 我就带他去医院检查 你看他超可爱 健康的小男生六个月 六个月一个小孩子 他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大冬天 我就觉得那边特别荒凉 就是片场嘛 你们知道就深山里面 然后他就很可爱 不舍得他在那个受寒 就把他带回家了 他叫做微牙 是吊微牙的微牙 因为我有一支MV 那时候我在吊微牙 然后呢他就突然 因为我在天空嘛 他就在下面 他就站上了绿Key 他就站上了绿布 然后我那一刻就过了 然后我就把他带到休息室 因为本来也没有想说要把他带回家 然后他超级亲人 超级亲人 哦最后我真的因为要走了之后 就在想要他怎么办 因为片场也不是每天有人 他很饿 非常饿 然后很瘦 这两天他胖了 就在想要不要带他走 因为我要离开片场的时候 我要去拍的是外景 外景还至少有四个小时 才收工 所以我就在想他要跟我们在外面 有点麻烦 又是野猫嘛 在车上会一直叫 在马路上又不能放 因为他离开了他那个片场 他就等于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他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你不能放 怎么样都很很为难 但为了爱 我爱 为了他的健康 我就不管怎么样 我就先带他走再说 所以你现在几猫几狗 五猫五狗 五猫五狗 那他呢 现在他是我们家的薇娅 他呢 唯一男生 他也是目前唯一男生 十个里面唯一的男生 去计弟弟之后 又不畏